大家前几天有没有看了我在健康时尚那边做的一个直播呢 问我说关于鱼油的选择还有迷失 结束了之后才发现到我有一个东西忘了讲 就来做一个补充吧 大家好,我是英光亮 你们可以叫我姓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油温不一定打 鱼油它放在冰箱的结冰那一格 如果说它不会结冰 它不会凝固 那就代表说那个鱼油是好的鱼油吗 答案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来判断 因为不会凝固的油除了鱼油里面的EPA之外 其他的很多种类的Omega-3的油它也是不会结冰的 比如说大豆油 比如说亚马子油 它们的结冰点大概都是在-10多度 然后我们在想如果有一个人很天才 它把大豆油或者是亚马子油 它掺在这个鱼油里面 然后做成胶囊 然后你拿去放在结冰 然后就会看到它不会结冰 也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一个会不会结冰 来判断这个鱼油里面的EPA到底是多还是少的 你只可以知道这个鱼油里面的Omega-3很多 可是Omega-3不代表就全部都是EPA 虽然它装在名为鱼油的讲堂里面 所以要选择鱼油 还是我在那个直播里面讲到的 你要去看它的材料 还有鱼材料 然后看它的infraction 看说它的EPA DHA的比例是多少 同时我也有解释了鱼油它滴在保力楼上 会不会溶解 是不是可以用来判断说这个鱼油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还是有害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好的 这一期的有问不一定答案就到这里 知识知识力量 预防持续治疗 我们下一期再见